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現在我們在這個地方 是屬於日本的京都市南郊的一個小站 我也不知道 我們問一下阿民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單坡橋 單坡喔 對 它是在京都的南方 大家比較少過來 但是放什麼 一戶建 最高最高兩層樓三層樓這樣 那是學校 全部是住宅區 全部是住宅區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住宅區 然後又是鐵軌旁邊 是有什麼好料的可以看 等一下我們帶大家去看 這邊剛有講 這邊都是一戶建 一戶建 帶大家來看一戶建 京都好像也很多人私訊我 問我 就說我們想要看京都的一戶建有沒有 我說你去京都 為什麼一定要選京都的一戶建呢 京都也有高樓大廈 他說沒有 我們就是想住這種 有日本味的一戶建 尤其是在京都 所以等一下 真的要帶我們去看京都的一戶建就對了 沒錯 走走走 要等你囉 帶我們去吧 到了到了到了 阿銘的同事帶我們來這邊看房子 這個大哥 熱情的大哥 載我們一城是不是 那這個進來了以後 他一樣 日本就是一定要有停車場 停車格 你才能夠買車對不對 這邊也是大家... 這個可以停三台耶 應該可以停到三台車 三台車然後一台摩托車耶 再這樣子 然後他感覺比較傳統 跟旁邊這邊比較傳統 這邊的整個接闊這樣子 我們剛坐車過來 感覺這邊的人的車子比較高級 很多賓士車 奧迪也有 然後 這邊也感覺就是有錢人的聚落 真正是高一個大烏龍 不是這間啦 那是人家的家裡 因為他就說那個是認識的 車就先停 那邊 我剛剛在聽電話的 所以日本本來就是 都一定要有停車場 你才能買車 所以你來到這邊沒車 像比如說我外地人 我來到這邊沒地方停 那我怎麼辦 我不能亂停對不對 有雷射時間 我今天四六天 嗯 哦 我可能 四十五天來 我打開 哦 所以可能也是要借車位 才有辦法停啦 所以他很... 欸 很好勵耶 哦 出國在外 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 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支援超過一百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哦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請問 似乎已經到了 哈哈哈哈 那邊寫 新建築的賣物建 哦 那這一間就是 呃 在轉角的這個地方 一樣 感覺有鐵軌對不對 哦 這邊也過一個圍牆 那前面的話是有一個 小公園 嗯 這個小公園 好像草還蠻高的 哈哈哈 感覺 沒有整理的感覺 好 那 反正前面這裏有個公園 像哆啦A夢他們那種公園 那進來以後看到 他這種水泥牆你看他的品質 真的做的 品質做得非常好的感覺 很直 線非常直 然後非常平啊 有粉光的感覺 啊這個就可以停兩台車 這個應該 牧師應該有超過6米 所以可以停S-Class 大漆都沒問題 這個可以停一台奧迪的A6也沒問題 直接給他停下去就對了 然後我們人人行走的地方是走這邊 車子停兩台 然後走這邊 然後這裡 一樣有配這個一整座Panasonic的信箱 這是他的信箱櫃 然後投進去了以後 下面有一個宅配箱 如果外出不能放用收行李的話 就可以塞你 那這邊的話 譬如說媽媽有腳踏車 或者是飲車 就牽進去裡面 對這邊就有一個開放式 可以鎖的 這樣這樣子鎖 這樣 開放式的空間 有時候垃圾可能也是先放在這邊 然後後面有個後院有沒有 樹啊什麼的 都已經園藝都幫你做好 哎呦 電動門了 這都電動了 對 因為像日本的話 大家可能不會裝鐵窗 但是如果說 如果說真的出遠門 沒有人在家的話 就安全起見 還是可以再發一個 真的是電動的比較方便 不然在那邊拉 那我們可以直接進來看一下 來來來 他就爬一個階梯 雙扇的 這個雙扇的就代表說 比較高級的 嘿嘿為什麼 因為你有大家具要進出 進來一樣是配這種 YKK的一個門 這應該也有隔音的效果 這邊就進來就選 這邊是沒有做衣櫃 但是可以設計的話 這邊可能可以多放一個鞋櫃 或者是椅子 或者是這邊可以掛一些 外座大衣 這裡啊 這裡可以做啊 因為京都中間是會下雪 這邊會下雪 京都會下雪 所以要有這個空間 讓你放大衣 那進來 這真的只有三文亂 好像可以 好像來到三文亂 木紋設計 木紋設計 來我們來看一下 砰 阿伯在那裡有看到 他這裡有個拉門 拉門 那我們進來以後就看到客廳 哇 超大間耶 很寬廣 超大間耶 哇 從這邊看過去有沒有 走過來 這邊是Dining Room 就是餐廳 廚房 客廳 哇 好像來到這邊度假的感覺 這很像小木屋啊 很舒服喔 那如果說到你這邊的話 就是可以做一個L型的沙發 然後電視放這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不是要給我們的 哈哈哈 這展示用的啦 如果你看到裡面有放家具 大部分其實賣掉都會搬 這個還不是還要拿去再放在下一組 下一場 然後這裡有個後院 後院就剛我們走過來 看到樹的那裡 這個感覺都是Low-E的氣密窗 雙層隔音玻璃 雙層的 然後轉過來我們看到 廚房 最重要的廚房 一樣是配Takara的髮廊這一組 這個髮廊 然後這個髮潑件的水槽 一般我們如果買這個水 就是買這種不鏽鋼的水槽 水噴下去的時候 啵啵啵啵啵啵啵 但是這個不會 這個是比較貴的 然後這個一樣 阿伯在看 你看完全沒聲音 一般我們這種 就是種水沙會有啵啵啵啵啵啵啵 這個完全沒有 你看都沒聲音 很高級的 高級的 林內的洗碗機 髮廊材質的 然後一樣配這個 這一個就直接配Hitachi的IH爐 這個就配陶瓷的 它就不是塑膠的 洗衣機放在這裡 洗衣機放在這邊 浴室 這也是屬於大浴室 以日本的標準來講 這已經是大浴室 那日本的隔間很多是用這種 就是比較屬於隔間 有隔間但是沒有隔音 但是他們都覺得這樣子非常的好 然後旁邊這邊 對外窗 過來這裡就toilet 廁所 它這個廁所算大間 好處的話就是它是四面採光 所以都有採光 對外窗 對外窗 好 那過來它這邊也可以進出 這邊可以進出 這邊都是空的 這邊都是空的 OK 那我們可以直接 一樓有一間房間 對 那跟剛剛一樣 有一個孝親房 如果媽媽不愛走到樓上去的話 媽媽可以睡這個 等一下 這一塊應該正殿之寶 你看這個紋路有沒有 實木的 所以冬天的時候 可以全家人在這裡泡茶 非常舒服 你可以把它當成第二客廳 第二客廳 那邊一個客廳 這邊一個客廳 好 那我們可以直接到上面去看了 這裡是一樓嘛 一間房間 二樓應該有三間房間 剛剛在看的時候 不小心看到這個 你知道這遙控器 我還以為是燈耶 沒有它是鐵捲門的 那邊就開了 鐵捲門就開了 就直接是鐵捲門 是用遙控的 來來來 我們直接上來囉 來來來 有上來就來 扶手 阿嬤如果要上來曬衣服 一條走道 然後上來以後 我們會看到兩個區域 這應該是竹藏室啦 這間小間了 這個是比較小間 但是當房間的話 會比較小 這個是傭人房 所以我們這一間是竹藏室 那這一間呢是廁所 就是廁所 就是樓上的廁所 洗澡的話還是只有樓下 洗澡樓下才有 你看這個 那做一個儲藏室 然後有個採光面 欸 關起來了 到處都有這種小巧思 然後我們從最裡面 這一間開始看起 這一間呢 目前 全部 補的 唉唷好滑喔 哈哈 這麼大 所以這應該是 Mustroom 這麼大 這裡有一個 Walking Closet 就衣櫃 這等於是更衣室 我可以直接走進來 我覺得這間更衣室 好像跟高那個房間 對啊 剛那個 這個差不多大 這個都是三鐵 跟衣室跟高那個房間 都是三鐵 大小非常的大 不過應該是說 那個是算更衣室 因為 上面已經有三個房間 再加那個是主藏室 那是主藏室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邊 這是另外一間 這是次卧 也很大間 那邊其實也有一個陽台 那邊有一個陽台 鐵門拉起來 這邊也有鐵門 只是它這個打開 全部都RO-E的耶 那陽台的部分 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 看出去真的全部都是這種 日式的 沒有什麼電機大樓 然後全部都配 雙層器密隔音玻璃 因為它前面有一個鐵軌 所以如果你氣密窗做不好 隔音就會不好 你就會吵 這全部是YKKAP的喔 然後整排的櫃子 衣櫃都做得非常完整 然後還有一間 二樓還有一間 跟剛剛那間客房差不多大 它這應該是左右對稱 左右對稱 好 那一樣的 反正配置是一樣 然後全部的門都做拉門耶 滑門 你如果說對開門的話 就打開就會有一個需要一點空間 所以空間利用率更高 現在已經四間房間了 可是我好像看到還有一個樓梯 上面還有是不是 對 它這個就不是做閣樓的形式 它就是走樓梯就可以上去看 上 所以我們可以上去齁 可以上去 好我們直接上來看 直接給你樓梯 這個是除藏室耶 對它就算是一個小樓房 如果說小朋友還小的話 其實可以當作一個休息的原地 阿銘 你買這間我住這裡就好 可以躲起來 湯姆立顯境 如果有一些拐拐需要一個安靜的工作室 有的時候可以在這邊擺一個電腦 坐在這邊 其實也是蠻方便 這個也有對外窗 不怕天氣 也有對外窗喔 這邊也有 現在沒裝冷氣 現在沒裝冷氣 所以我們要趕快跑 好 這個地方大概離火車站稍微遠一點 走路的話大概是8分鐘 8分鐘可以到 還有兩條線 兩條線 兩條線都可以到 那這一個土地大概是多大 土地的話大概是50坪超南 也是50坪台坪 50坪台坪 所以算是平方米的話 可能要到150-160左右 對 沒錯 160坪米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室內的建坪大概是多少 室內建坪的話 樓下一樓比較大是37平方米 73 73 那二樓 那二樓的話大概是58塊60 所以大概也是130 上面這個就不算喔 抱歉 這個不是喔 這是天花板 這是天花板裡面的空間 所以130坪米 然後土地是50坪 大概160坪米左右 我們沒有細算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子屋主 那個大廠他開多少 他現在又在我後面在看 這一個價格的話是9880 將近一億 對 等於四方 加一個儲藏室 再加一個格樓 然後兩個車位 兩個車位 那一樣你是全新沒有人住過 然後附有這個太陽能設施 太陽能設施 剛剛有稍微摸了一下它那個熱水 就好像現在還沒裝熱水 熱水器 但是它的水已經是溫熱的 對 因為它光靠這個太陽能的話 就是可以 不能處理全家的電費 但是可以處理就是熱水洗澡 這個是沒有問題 熱水洗澡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可以直接跟阿敏聯絡 私訊他 或者加入我們群組裡面 take他 都可以 直接跟他聯絡 直接到現場來看也可以 請阿敏安排 那如果你是 最近對大阪或者是 日本的房地產有興趣 可以加入我們群組裡面 跟大家一起 裡面很多神人 那如果你下次想跟我們一起來 關係這邊看房子 歡迎加入我們群組 我們隨時準備開團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自爭情況 我們今天感謝阿敏 感謝大哥 下次見 掰掰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是因為 娜敏 真的要先下司 對,他衡量 divisions 姜田 議員 視联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